欢迎大家观看Jelask Reboot开发系列课程之DOM元素尺寸和位置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获取元素周边大小 首先我们看一下Offset Left和Offset Top这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分别用来获取元素相对于负元素的左边的间距和上边的间距 我们拿DIV为例 那么DIV它的负元素就是这个Body了 我们要想获取它相对于Body的左边和上边的间距 我们使用这两个属性就行了 我们打印一下 那么就是DIV.Offset什么Left左边的间距 上面的间距是Offset Top 首先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这个得到的是8和8 再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得到的也是8和8 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呢 现在咱们是最高版本 它都是8和8 那么咱们看一下第一版本是不是呢 看一下IE7 0和0 也就是说IE7它认为这个位置就是起始位置了 所以说呢这就出现了什么浏览器的兼容问题了 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大家在使用这个相对于负元素的位置的时候 大家最好对这个DIV使用绝对位置 那这个就是什么Position 这是什么Absolute 然后设置一下和上边的间距 比如说是50像素 然后呢再设置一下和左边的间距 比如说也是50像素 这样呢我们在各个浏览器测试一下 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5050 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也是5050 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 咱们在这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5050 咱们现在是IE7是吧 咱们改成IE11也是5050 这样呢就不存在这个什么各个浏览器的兼容问题了 所以大家最好使用什么绝对位置来进行设置 那如果咱们不用这个绝对位置呢 还有别的办法吗 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这个它的负元素是Body了是吧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这个Body的样式 Body在这设置一下 Body呢我们让它这个间距为0是吧 然后呢它内间距呢也为0 0PX 这样因为DIV的负元素就是Body嘛 我们把Body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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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距外边距设置为0 然后内间距呢也设置为0 再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得到的是0 0 谷歌 不刚才是谷歌啊 现在再看一下火狐 火狐呢也是0 我们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也是0了 这样呢也能实现这个什么 实现兼容了 那如果我把这个Body的Market设置为10 Pedding内间距也设置为10 咱们再看一下 谷歌浏览器呢 是20了 是吧 20了 然后再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火狐是2020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刷新一下 这个是什么 2020 IE11 那如果是IE7呢 1010 又出现什么 不同的情况了 是吧 那么这说明这个IE浏览器 这两个只用了 只有一个属性是起到作用的 只有一个样式起到作用了 咱们看一下 那这里面呢是Pedding Margin没有起到作用 再测试一下 刷新 是吧 那个Margin它没有起到作用 只是用了一下这个内边距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使用什么 还是把这个DIV给它设置为绝对位置 设置为绝对位置 好的 绝对位置呢 就是刚才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这三个Position 然后设置它的上边的间距和左边的间距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获取元素的负元素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获取 Offset 什么Parent 这个是什么 获取负元素节点 负元素节点 咱们直接打印一下 Alert 把前面的注视掉 那么对于这个DIV来说 它的负元素 应该就是谁了 应该就是body了 是吧 我们看一下结果一样不一样呢 首先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这个得到的是body element 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也是body element 然后呢 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呢 也是body是吧 那咱们看一下第一版本的 IE7 大家看 这个就是object了 是吧 那么这个对象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不是body呢 咱们在这 可以打印一下这个什么 元素节点的标签名 tagname 再用IE浏览器看一下 刷新 刷新一下 大家看是 HTML是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区别了 是吧 非IE浏览器 非IE浏览器 和什么 和IE7以上的浏览器 这个是不一样的 IE7以上的浏览器 它认为 认为负节点是谁 是body 是body 那么IE7 即以下的浏览器呢 它认为负节点是 IE7 包含IE7 即以下的浏览器 认为这个负节点 认为负节点是谁 负节点是 HTML 虽然这个包 一个是body 一个是html 但是这个影响不大 只要大家在使用这个 在设置为相对位置 这个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好的 那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嵌套的情况 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div外边又嵌套了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又嵌套了一个div 它的ID呢 是div 这样 这种情况 咱们给这个div呢 定一个样式 警号div 咱们让它的宽度高度 都给它改变一下 宽度呢 咱们让它是400 400 高度呢 也是400 背景色呢 咱们让它是红色 这样 那么咱们让这个div1呢 div1 在这个div的里边了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需要设置谁了 设置它为绝对位置就行了 它的这个距离左边是50 距离这个距离左边是50 距离上边呢 也是50像素 下面我们看一下效果 现在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蓝色的 它的负元素 就是这个div了 外外红色的这个div了 对吧 那么如果咱们在这个设置一下谁 设置一下margin呢 就是外间距了 是吧 margin margin咱们设置为10像素 再看一下 还用火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10像素的间距了 是吧 这个外边距 那么如果咱想获取这个什么呀 获取这个 里边这个div和外边这个div 它们之间的这个什么 这个间距 也就是说左边的间距和上边的间距 咱们就可以这样实现了 这个还是alert什么 div点什么 这个还是offset什么 这个左边是left 那么这个就是相对于谁啊 相对于外边这个div的左边的间距了 还有就是什么 上边的间距 这个就是什么了 10咱们设置的那个10 top 运行一下 这个是10 这个也是10 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margin 分别都是10 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也没有问题 都是10 那么咱们用IE的d版本测试一下 现在是IE7 刷新一下 也都是什么 都是10 没有问题 只要你这使用的是什么 绝对位置就不会出现兼容问题了 那现在呢 咱们获取一下什么 我这个 咱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运行效果 咱想获取一下 这个蓝色的div和这个最外边的这个 和最外边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白色的左上角 这个这个左边的间距以及上边的间距 左边的间距就多少了 这是白色的这是50 这是10 应该是左边间距是60 上边的间距也是50加10 那么这个应该也是60 这个咱们怎么计算得到呢 来 获取一下 那么咱们先这样 div点什么 offset top 就是得到的是div和这个外层的div之间的上边的间距 对吧 上边的间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再加上什么 div.offset parent 这个得到的就是这个div了 然后这个div的和谁和他上一级元素 也就是body和body之间的上边的间距 那么再获取什么offsettop 这个得到就是什么了 就是60了 注视一下 运行 这个就是60 没有问题 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也是60 IE浏览器 IE浏览器也是60 那么这是上边的间距 左边的间距也是同理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这个div后边外边还嵌套了 也说如果嵌套了很多层的话 这个我们只嵌套了什么 div前面嵌一套一个 嵌到一个div 如果外边还嵌套了呢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像再这样去写的话 就非常的麻烦了 所以说呢 咱们把这个写成一个函数 获取 这个函数的功能呢 就是获取和最外层的HTML的什么 这个和最外层的HTML的什么 这个上边的间距 不是左边啊 上边的间距 那么左边就同理了 那么左边就同理了 咱们把这个功能呢 写成一个函数 那就是什么 Function Function 咱们起个名呢 比如说叫Offset Top和上边的间距 那么你去获取谁和HTML 那个上边的间距 所以说我们需要获取一下这个相应的元素 接收一下这个元素 那么在这里面 咱们首先要干什么呢 获取它第一层的和上边的间距 那就是Element 点什么Offset Top 那比如说这个接收的是一个DIV 这个就得到这个DIV和它和它的上一级负元素之间的上边的间距了 得到它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算下去 我们就得得到这个谁啊 这个元素的负元素了 是吧 负元素呢 也就是Element点什么Offset Parent Offset Parent 那么就得到了它的什么负元素节点 得到它的负元素节点之后呢 咱们怎么样判断一下 这个它是不是有负元素 是吧 有可能没有 如果不为空的话 说明它是有负元素的 在不为空的时候 咱们再计算这个负元素 是吧 和它和它的上一级的上边的间距 负元素是不是 这个在得到它和它的负元素的 这个上面的间距 那么这个间距呢 咱们再加在这个什么top上 依此类推 我们下边得到这个间距之后呢 再去让这个parent 得到谁啊 得到这个parent的负元素 Offset Parent 这样来去实现 那么好的 最后呢 咱们要返回这个什么 返回这个top的值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元素 和最外层的html 那个上边的间距 那么如果咱们要获取左边的间距呢 我们这个都会改成什么 left就行了 都同理了 好的 这就是这两个属性 offset left和offset top 这两个属性的使用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